哦 原来货车上面他们储的有这么多水 对 货车是一吨一吨的水 因为他刹车 他要用水刹车 他们都要接很多水 货车上面有水箱的 很大的水箱 那也不怕没水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杨美妮 今天我们第八天在野怪露营 现在刮风 下小雨了 我刚刚把帐篷搭起来 现在把所有的东西搬进去 看看我们露营的环境 看我们今天是睡车里 还是睡帐篷里 我今天是睡车里 因为在野外有狼 我们刚刚看了好几头鱼 先把所有的东西放到帐篷里去 明天今天又没水了 然后拿了两个桶 找那个大货车司机 路上南车要水 那天也是没有水没有盐了 然后就是南车要 要了好多车终于要到了 有时候 就是每天去找洗澡的呀 找搭帐篷的呀 都是每天要上 现在有点感冒了 太冷了这里 哇 终于流水了 来 放我们这个 谢谢 快来来 谢谢师傅 你这个可以装多少水啊 你更能装到吗 差不多 那我们接三桶没关系吧 我们在外面徒步的 然后没水了 喝的水还有几天 谢谢你啊 接三桶水 做到也是用这点水 好了好了 感谢你啊师傅 谢谢大哥 谢谢啊 谢谢 美丽成功要了三桶水 我拿起了两桶 原来第一次知道 没有水了 可以在路上像大货车 男车要水的 因为他们路上的话 刹车是需要用水的 每个车上都有 装了一顿的水 他说这个水还可以喝 可以煮饭 我们烧开了就可以做饭吃 路上的好人很多 下雨了下雨了 赶快抢救东西 之后也放进去 用袋子装吧 给平安搭了一个狗棚 现在下雨了 下面东西压了 这哪里东西压 我拿水压 现在下雨了 盆可以接水 帐篷都满满的 看美丽在干嘛 外面在下雨 我们晚上也从来没做过饭 真香 吃嘛 吃吃吃 给给给 别客气嘛 不要客气 等你吧 现在外面在下大雨 狂风暴雨 今天还好很急事 把那些东西都收了 还是淘了一杯水 先让我们在车里面 一点都不漏雨也不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